星光旋 冠军赛晚日 三场大赛圆满结束 各项大奖都名花有著 赢出主席短途奖的福日 一个月内 赢出两场大赛 净呀 比较真实,我认为我们有最好的鞋鞋 所以我会很失败如果我不是在这种姿势之后 因为我们的办法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的练习了很好的 Willington是清晰,他在前面的距离 他又赢了一遍 Willington为了冠军的军军 我必須說一句 不僅僅是他的妻子 他跟駕駛有很好的關係 和駕駛也就是練習駕駛 我們有很多肯定在駕駛 我們知道如果我們把駕駛盤 他會成功 而馬王今場六十時禪聯 冠軍一里賽 兼打破香港賽區的獎金記錄 累積獎金高達每逢一千三百四十萬零六百元 回到2018年 威國以三十萬扭元 即是大約一百五十五萬港幣 扣入金槍 他今天的獎金 已經超過身價七十三倍了 這麼聰明, 看他有蘿蔔吃 這場這麼成功 威哥就透露 他下將有機會遠征入安田紀念賽 可以這樣說 最主要就是看他之後的回復 還有看他疫情 他們那邊的檢疫是怎樣 如果不是太麻煩 我也有機會試試 這場地獎金 至於女王杯 就由應界打給盟主 浪漫勇士勝出 出到手櫃就這麼好成績 看來這匹馬將來一定前途無限 再次獎金 他是一個很大的獎金 他是一個人 會打給他 他有得到的 可以跳到 他會打給他 可以跳到 這場地獎金 是很容易 去練習 他會打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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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勇士贏出女王杯 田泰岸這次真是喜上加喜 事關女女Isabel上星期二出生 這位新秀爸爸抱嬰兒的手勢都不錯 女女出生,爸爸就捧杯 看你腳頭都幾好 看下可否大王爸爸贏都幾場 高興的日點子田山 方仔和潘頓都一起創下新的里程碑 方仔憑著頭場賽事戰鬥英雄 成為第四位在香港取得一千場頭馬的列馬士 這位24後老公 當然是第一時間特別多謝泰派的鼓勵 大聲鼓勵我妻子,她是我的運動力 她真的想要我成為非常成功 我也愛她,我同樣的孩子 潘頓成為第二位在香港取得一千四百場頭馬的騎士 打破偉達一千八百一十三場頭馬的記錄 當然就成為了她下一個奮鬥目標 不過潘頓的短期目標 就應該是來近星期三的菊草夜馬 看下可否害怕雷神頭 因為騎士榜上,她們只是一場之差 相信星期三展望一定很緊張 大家到時記得留意 今集就講到這裏 下集再跟大家報料 拜拜 拜拜 拜拜